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德鲁 由于战争的原因 心理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他在打仗的时候对越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突然就展开了大肆屠杀的疯狂举动 这一场景被另一个年轻士兵卢克看到了 卢克赶紧冲上前去制止安德鲁 最终两个人在剑拔怒章 互不相让的紧急时刻 同时开枪 打中了对方 双双丧生 然而美国军队却趁此机会 将一直以来在计划当中的一个秘密项目付诸了行动 他们将在战争当中死去的士兵们 经过科技手段冷冻了起来 并将他们的体内植入了电脑程序 让他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倾从政府的作战指挥 这样一来 卢克和安德鲁就完全成为了机械战士 他们和之前大不相同的就是 都拥有了超强的作战能力和技巧 并且没有任何人类情感温度 他们只是冷冰冰的作战机器而已 而他们的代号被政府命名为宇宙战士 没过多久 美国政府的这项实验就被大众得知了 许多媒体赶到基地 想要去采访到更多的信息 但都被政府挡了回去 其中一名叫罗斯的女记者和同伴 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大好的机会 这天晚上 罗斯偷偷地跑到基地内部 军队发现之后 马上就派出了大批的宇宙战士出动 抓住了罗斯和他的同事 可谁知刚抓住他们 安德鲁就眼睛都不眨地杀掉了罗斯的同事 卢克看到之后 明白一定是安德鲁 杀戮的病症又发作了 他及时阻止了安德鲁杀死罗斯的行为 还仿佛恢复了一些人类的感情认知 开车带着罗斯逃跑了 政府马上开始派遣军队 追捕他们 之后卢克带着罗斯一路逃亡 他不但在罗斯的帮助下 成功拿出了自己体内植入的追踪芯片 还顺利的设计摆脱了身后一大批宇宙战士的追杀 可谁知 此时正在基地中的安德鲁突然失常 他杀死了基地里几乎所有的人之后 再次踏上了追杀卢克的路途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卢克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他带着罗斯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 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此时已经变身杀人狂魔的安德鲁 趁卢克不备 在一个庞头大雨的夜晚 绑架了他的父母和罗斯 看来这最后一场恶战还是不能避免 卢克面对已经蜂魔的安德鲁毫不畏惧 在场一场激烈的打斗之后 安德鲁还是败在了卢克的手下 卢克也终于成功地救下了家人和罗斯 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部电影虽然在剧情上有些老套 但是在画面上还是制作得非常精良 这部科幻电影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 其后的三部在剧情和画面上也是十分的精彩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可以去搜搜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